一米在乎的人越多,你就越脆弱,二怕输的人已经输了。 三,但是之前的话都是废话,死世界上只有一个神,他叫做死神,我们只有一句话对死神说,今天还不是时候,五一个人害怕的时候还能够勇敢吗?一个人唯有在害怕的时候才能够勇敢。 六,我们爱什么,就总会毁在什么上面,七小时恐惧的解药,八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,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。 九戳破谎言,我们还剩下什么,十雄师从不在乎杨全的想法,十一权利存于人心,信则有,不信则无,或人的把戏,如浮影有强,即便是矮小之人,也能投射出巨大的影子。 十二,每一次飞行都始于坠落。 十三,当一切都消失的时候,你会明白生命究竟有何价值。 十四永远不要忘了你是谁,因为这个世界就不会,把你的特点变成你的力量,它就永远不会成为你的弱点,用它武装自己,它就永远不能伤害你。 十五世间本无公平可言,除非公平掌握在自己手中。 十四永远变群疏,也无法看透人心,十七杂耍和唱歌的才需要掌声。 十八,为什么一个人建了一堵墙,另一个人马上想知道,墙的另一边是什么? 十九,我小心选择同盟,但更谨慎选择敌人。 二十,我希望你可以找到真正的自己,不是明年,不是明日,而是现在。 二十一,没人能保护自取灭亡的家伙。 二十二,死亡过于绝对,而活着,则有无限的可能。 二十三是没有仁慈,那是神之所以为神的原因。 二十四大部分人,在尝试后,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,可悲的是,许多人在垂垂老矣之前并没有机会尝试。 二十五过去已过去,未来,才是值得一谈之事。 二十六一个统治者,如果让其他人去自己执行死刑,他很快就会忘记死亡的含义是什么。 二十七仇恨是让人活下去的好东西,比大多数东西要好。 二十八需要握手言和的是敌人,不是朋友。 二十九,最愚蠢的人通常也会嘲笑比他们聪明的家伙。 三十我一生游历四方远远无数,没有一个是地的柱田言蜜语的。 三十一老百姓需要的不仅仅是食物,他们还要看热闹。 如果我们没有热闹给他们看,他们就会自己制造热闹。 三十二人生不比各摇,总有一天你会大失所望。 三十三统治者若是躲在幕后,付钱给柜子守之行,很快就会忘记死亡的合物。 三十四一个男人有时候不做出一些艰难的抉择,即使大多数人都不认可,但他知道这是在对未来负责。 三十五生活总是充满讽刺,三十六在权利的游戏中,不成功,变成人。 三十既有人要在胸前画上标靶,就该有来见的心理准备。 三十八任何大声我是国王的人,根本当不了真正的王者。 三十九在现实和永远之间,有无数可能。 四十权利就像墙上的阴影,再渺小的人也能投下巨大的影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